北洋完 直 邦三大派系 到最后是如何退出舞台成历史的 自元大头死后 北洋逐渐分裂 总体分为两大派系 直系与晚系 晚季在直晚战争失败后基本退出 直系是北伐战争退出历史舞台的 完整的缝隙又到了西安事变之后了 一 军阀演化 自清末军新以来 兵归将有已经成了常态 原是凯杰至北洋六镇 六镇内部有个有归属 在元大头死后 就逐度明显了 以直立人为中心的北洋元老与德军渐渐成为一体 这也很正常 三民国相议胜过政界 主要有冯国渣 曹宽 吴佩服的 以安徽人段秦瑞为核心的都军渐渐成为一体 主要有学术政禁运彭段职贵等 这两个派系都已被人正统自聚 一直都是面下斗 面上和 在1918年时术政枪杀戮建战后 开始逐步公开化 二 战争与派系命运直挽战争的结果就是挽戏倒败 几军是主力损失殆尽 作为军阀派系其逐步在历史舞台边缘化 封系与直系共治天下 第一次直凤战争 凤系战败 退回关外自首 直系势力达到巅峰 第二次直凤战争 直系战败 吴佩服服海南下 凤系达到第一次巅峰 孙传方反凤 直系旁直崛起 郭松林反凤 凤军暂退关外 南口作战 凤军掌握北方 随着北伐军打到河南 长江一带 直系无佩服退出历史舞台 孙传方也难不缝隙 一直推待张作霖为最高统帅 凤军达到第二次即胜 在二次北伐后 凤军退往关外 改其意志 拥护统一 但实际上还是自成一体 三 凤系的第三次巅峰 与瓦解中原大战 张学良率兵入关 以下获得了查哈尔 随略 河北 山西 听起两世的控制权 势力再次打到极胜 随着九一八事变 任何作战 东北军丢失东四省 客居河北 地盘迅速减小 再之后更是调到陕西 在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被扣押 在善后中 东北军逐步瓦解 不再作为一个完整的军事集团而存在 总结 北洋三大派系 晚系退出历史舞台最早 直系在北法战兵中退出 奉系到了西安事变山后处置才瓦解 新王俱散 历史就是如此 噜是 逼奖 新王俱散 再前竞中就一二十八肢队 逆中协许 互动 旅行参加一条 一个新王俱散陈距 这一条 趕运去的旅行参加一条